大家晚安 今天持续到周六都是吹拂着高压回流的环境 可以说是温暖如春的好天气 不过大家要来注意 周六的晚间将有封面再度的南下 因此全台各地都会出现降雨的机会 那么接着在封面通过之后 就是了强冷空气的南下 气温可以说是持续的一路往下掉 那么天气心态北部东半部将会转变为湿冷 那么南部日野温差则会开始加到 提醒大家如果要趁着过年前开始除旧布新 或者是洗晒棉被衣物的话 建议可以把握在周六以前的好时光 因为各地的天气都是比较温暖以及稳定的 周日开始将会有冷空气再度的来报到 再来看一下卫星云土受到环境水气比较多的关系 在上午到清晨的这一段时间 在局部地区是有发生雾以及低云的现象 那么中央气象局也针对了西半部多个县市 发布了浓雾的特报 因此在今天的辐射冷却效应就不是来得很明显 各地的低温都有在15度以上 并且在今天也是吹拂着高压回流的环境 因此各地的温度也都明显的往上回升了 那么这样子相似的天气形态将会一直持续到周六 都是这种比较温暖稳定的好天气 那么从周六的下半天将有封面要来报到了 全台各地都会出现降雨的机会 那么周日接着就是强冷空气的南下 各地的温度都会开始持续的下滑 大家千万要来当心了 那么细部来看周四周五 因为是受到偏东风环境的影响 因此只有在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雨 其他各区降雨的机会是不高的 要一直等到周六的下半天封面接近之后 各地的降雨天气形态才会在有所的转变 我们看一下降雨的热区部分 周五来说全台各地的天气还算是蛮稳定的 周六的下半天将有封面来报到 全台各地都会出现降雨的机会 并且一直持续影响到周日 那么等到冷空气南下之后 降雨的热区就会转变为迎封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 再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温度部分 北部地区这几天的温度都还蛮舒适 温暖宜人的 都是有在26度 不过等到冷空气来报到之后 就会像气温像在坐六滑梯一样 持续的来往下滑 并且也没有太明显的回温趋势 那么中部地区受到冷空气影响 高温是从27度降到23度 低温的部分也是从20度降到15度了 那么南部地区可以看到低温的数字 也是在冷空气报到之后呢 都是降到了20度以下 接着看一下东半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这几天的温度也还蛮温暖的 却有在25到26度 不过受到冷空气影响之后呢 气温也是开始持续的往下掉 那我们要来提醒大家这一波冷空气呢 是以下周一到周三的清晨这段时间呢 最为的凉冷 大家千万要来注意了 最后呢 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哦 依然是蛮稳定的哦 不过呢 受到偏东风环境的影响哦 西半部就是属在被封测 扩散条件比较不佳哦 因此要提醒 敏感族群的观众朋友要尽量的 来减少户外的剧烈活动 以保护呼吸道的健康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